大家好,我是在忙也要自己做饭的奢侣 今天,我的健康宝出现弹窗3 我,现在是个时空伴随者 本以为通贵盒可以让病毒的步伐变得慢些 然而昨天北岸也出现了阳性初筛 更重要的是,今天早上我发现自己的健康宝出现了弹窗 一位工作人员给我电话,确认我23号以后的行程 我才知道因为我去过SKP,而马路对面的光辉里小区出现问题 于是现在我成了时空伴随者 挂了电话我不惊想,那天SKP正好做活动 得是多少人有弹窗 第一次核酸检测时间是4月25日 考虑到万达广场检测点的状况 我选择去社区的检测点 那天最高气氛26度,天不算好 排队的人大概100米,还行 我发现不同检测点的管理水平不大一样 我们这个队伍一直有人来回提醒大家要保持兼具 我身后的女士离我有点近,我直接告诉她麻烦靠轰 我前面的一位大妈手里拎着一袋鸡蛋 不知道是从哪个档口买了直接过来排队 很抓我眼球的,是一位穿着蓝色外袍的志愿者 我叫她蓝色好了 蓝色穿着料子的裤子 一双渐变色黄咖皮鞋显得十分骚气 在深灰色的马路上更是跳脱 等到窃见,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 我也不懂孩子,瞧着鞋子不便宜 再一瞅蓝色,脖子里的挂绳 哦,链家房产的 我觉得蓝色他们是最希望疫情过去的吧 等排到大厅 我按着魔督小伙伴的提醒 观察大白每测一个人是否会用酒精清洁双手 负责给我检测的大白是位高个子小哥 他的动作挺规范的 我告诉麻烦动作轻一点 小哥动作倒是真的轻 左边探一下说 哎,非常好 右边再探一下又说 哎,非常好 愣得我觉着自己是幼儿园的 4月27日 我在同一个时间又去社区测核酸 这次居然没什么人排队 到了检测点 喇叭里一直提醒大家保持两米距离 做好个人行后 请大家保持两米距离 带好口罩 是不是管理者发现不少检测点 人群间距过密了 还是那位高个小哥给我测的 手势很轻 我两次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 本来我想既然两次都是阴性 只要今天测完 应该就可以该干嘛干嘛了吧 可是弹窗一出 今天的检测只是新一轮三次检测的开始 5月1号 5月3号还要做两次核酸检测 然后才能向社区申请解除弹窗 今天检测的小姐姐动作比较粗糙 处得我不由地往后倒退 取管子的时候还碰到我手了 让帮我手上按一下酒精喷雾还挺不乐意 病毒已经对我家所在的小区形成南北夹击 虽然本来我也没打算到处乱跑 可如今有了弹窗 就真的哪里也不能去 包括我心中最爱的颐和园 其实帝都的小伙伴没事也不要随便出门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路过出现疫情的地区 成为时空伴随者 那就至少要六天无法出门 美丽的初夏即将来临 我的颐和园 我的Summer Palace 我只能在视频里慢慢回味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并且一键三连 等我更新哦 哦